大家好,こんばんはたまです 今天呢,要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个 日语的五段活用动词啦 那么今天要教大家的这个另外一个形式的五段活用动词呢 就是这个可能形 可能形 就是可能形 那么呢,可能形它是在这个 这个A-I-U-A-O里面的 A-E A-N-E-H-R-E-M-E 这样子 Kanoke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就是 可以 不可以 会 或者不会 这样子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这个三组到底要怎么换Kanoke 那么第一组呢 就是我们比如说 我们讲 DU 很容易吧 DU Yomimasu Yomimasu 就是DU Sinbun no Yomimas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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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呢 在读 报纸 在读报章 报纸 Sinbun 报纸 我会读日文的报纸 我会读日文的报纸 我们要怎样 换呢 那么这个 首先这个Yomimasu 我们要先换成可能形 所以这个Yomimasu 它是Mami Mume mo 这个五十音 所以呢 我们只要把Mi 换成Mek E 形的Mek 所以它就变成 Yomim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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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指 会读 那么如果不会读的话呢 我们只要在后面加 Yomema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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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就是不会读 所以呢 我会读日文的报纸 我们就应该讲 那么呢 这边要特别注意的呢 就是在这个 用词跟物品的 这个中间的 那个格助词呢 多数的这个可能性呢 它会变成 Ga 来使用的 会变成 Ga 就像这里的 Nihongo no shinbun ga Yomemasu Nihongo no shinbun ga Yomemasu 那么呢 如果我们讲 不会读日文的报纸 不会读日语的报纸 一样的 我们也是用 Nihongo no shinbun ga Yomemasen Nihongo no shinbun ga Yomemasen Nihongo no shinbun ga 那这个呢 就是第一组的 Group 1 才会把这个 1 行行的 这个Masuke 换成Kano K的话就是 A 这个A行行的 非常简单啦 这个Group 2 就是第二组的呢 它非常简单 就是不需要换 A行行的 它只有一个固定的换法 就是 ラレル ラレル 就是ラレます 所以呢 只要 后面的Mas 变成ラレます 就可以了 可以读日文的话 我们讲 食べラレます 食べラレます 可以 可以睡 睡得早 可以睡得早 寝られ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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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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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り 借り 借りられ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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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 以词类推 比如说呢 我们讲 我不能吃辣 我不能吃辣 我们可以讲 辛い料理が食べられ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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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的一些料理呢 我不能吃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这个 第三组的 Kimasu 跟 Shimasu 那么呢 Kimasu 跟 Shimasu 这两个呢 也是有稍微不一样的换法 Kimasu 的话呢 我们要换成 Dekimasu Dekimasu 那么一般上我们讲 勉強します 我们直接讲 勉強 Dekimasu 勉強 Dekimasu 発表 发表 不能发表 発表 できません 発表 できません 不能够发表 那么最后 Kimasu 来 能不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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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们讲 Aさんは用事があるので パーティに来 来 Aさんは用事があるので パーティに来 来 就是Aさん呢 他因为有事情 有事情 所以 没办法 不能来 台队 Aさんは用事があるので パーティに来 来 那么 在影片的结束前呢 最后一个 要提醒大家的呢 就是这个 聞く 跟这个 見る 看跟听 那么 聞く呢 是グループ1 所以呢 以法来说 聞きます的话 他换去カノケ的话 就是 聞け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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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错的 那么呢 他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可能型的写法呢 它是 聞こえる 見る也是一样 見る 是グループ2 所以它是 見られます 也是没有错 另外一个是 見える 見える 那么呢 该怎么去分别呢 聞こえる 跟聞けます 他到底有什么意义 聞こえる呢 它其实是 听得见 听得见 就是呢 你不需要 就是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的东西 可是你现在就可以自然而然飘到你耳边的东西 可能不是你想听的东西 可是自然而然可以听到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用 聞こえる 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呢 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老师可能会问 你们听得到吗 聞こえますか 聞こえますか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是要回答 はい 聞こえます はい 聞こえます 听得见 因为这是老师在讲课 自然而然你听得到的东西 除非你是笼子 要不然你是真的听得到的嘛 那么聞けます 它是什么用的呢 聞けます 它其实是 要透过一些事情 才可以 听得到的东西 我要透过一些事情才可以听得到的东西 あの店に行くと 好きな音楽を聴けます 你要去大大家店才可以听到 那现在下雨的话 我们就可以讲 雨の音が聞こえる 可以听得见下雨的声音 或者现在晚上了 有虫子的声音 我们可以讲 虫の音が聞こえる 看得见跟看得到也是一样的意思 看得见就是 你只要在那边 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你就可以看到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讲 新幹線から富士山が見えます 新幹線から富士山が見えます 就比如说 你坐在这个新幹線 新幹線 再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富士山的 所以我们这里讲 新幹線から富士山が見えます 自然就可以来你见 那么呢 見られます的话也是一样的 就是 要去到某个地方 比如说 新宿で今 黒沢の映画が見られます 新宿で今 黒沢の映画が見られます 就是 现在呢 在新宿呢 还可以看到 黒沢的电影 听得见跟听得到 听得见的话就是 聞こえる 听得到的话就是 聞けます 看得见 看得到 看得见 看得到 就是 見られる 見られます 那么 今天这个 カノケ的五段航用动词的影片 就到此结束啦 如果你对这个形式的换法有问题啊 或者是 对之前的一些影片呢 就是也是五段航用动词的内容呢 有问题的话 一样呢 可以私讯我 或者是在影片下面的留言区 那边留言 那么我就可以立刻的 帮你解答这样子啦 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吧 お疲れ様でし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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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